现在是4月初多伦多第一批鲜花上下 朋友你好我是时真 这是两花园一的频道 欢迎订阅 去年秋天嘛 这都是最晚上架的花 现在又是最早上架 什么花啊 它叫Pansy 这一大盆22块9毛9 这边是中盆的14块9毛9 那还有小盆的啦 看看 小盆的是9块9毛9 还有更小盆的2块9毛9 这种花应该怎么翻译啊 就叫它锦菜花吧 锦菜 以前说成三色锦 有朋友纠正我哈 这就是两种颜色嘛 为什么容易在秋天早春看到这种花呢 因为它喜欢它耐寒呢 就春天的小花 特别惊动 零摄氏度左右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明天就会到零下6摄氏度 看看它能惊得住吗 这么漂亮又耐寒的小花 春天开花 但是呢 它就是一个缺点什么 怕热在多伦多地区 夏天它都过不去 但是你想一下 现在才4月初啊 456三个月 你可以欣赏三个月的花 而且如果你要继续盆栽的话 你可以在夏天最热的时候 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 没有太阳晒都可以熬过夏天 秋天它又是一条好汉 你看这一盆一盆的都是种子来的 你要是有心的话 有耐心的话 可以在它结种子的时候收集种子 然后再播种秋天 有些品种还非常耐寒 这种黄色我以前养过 那一年就是秋天买来 然后冬天在雪底下活生生的 跑到了第二年 春天又开花 而且这个黄色的仔细纹 还有淡淡的香味 像这些盆子里的种的都是那些小 刚才我们看到299的一小盆移栽过来的 这用的是盆栽土 里头有很多泥碳险 我们以前讲这土的时候 说过了这泥碳险 你看像这么干的情况下 你要再浇水啊 很难浇透 它就水就流走了 要多浇几次 首先要保证它不是特别干的情况下 你就要开始浇水 看这些没精神的 就是缺水土干的 多浇几次 看看这一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验 越是够不着的花 看着越漂亮 好了锦菜花 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往搜索时针加花明 希望有更多视频 你喜欢这支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